来到饶瓶,突然想起两年前发生在饶瓶的一件往事 这件事是一起驾驶特斯拉导致二死三伤的严重交通事故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开的就是特斯拉 所以对这件事印象比较深一点 现在我们一边欣赏饶瓶的街景 一边简单回顾一下 2022年11月5日 饶瓶县一男子驾驶特斯拉Model Y准备靠边停车的时候 车子突然加速,快速行驶了两公里多 有多快呢?车速达到100公里以上 接连撞上了两辆摩托车和两辆自行车 造成了两死三伤的恶性交通事故 骑摩托车的驾驶员和骑自行车的高中生当场死亡 三轮摩托车驾驶员重伤 骑自行车的路人和特斯拉车主受伤 多辆车损坏 事故发生后马上就上了热搜 当时的特斯拉正处于风口浪尖 而这位车主声称,正是因为特斯拉的刹车失灵才导致的事故 但是特斯拉方面却说后台数据显示车主没有踩过刹车 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众说纷纭,风波在起 我也看了网上的视频 根据当时我两年多驾驶特斯拉的经验 我认为刹车失灵的可能性很小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这位车主在情急之下 把油门误当成刹车,狂踩,导致的悲剧 因为我本人也有过在紧张的情况下踩错刹车 把车直接怼上墙的经历 后来说是鉴定结果给了警方 事故车主不服什么的 我在网上搜了相关的新闻 并没有看到接下来的后续的报道 只是看到特斯拉起诉了一位造谣的自媒体 还胜诉了 最后这起事故的真相究竟如何 特斯拉的刹车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位车主最后有没有被判刑 就不得而知了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讲一讲 事情总是这样 不管是多么热 关注度多么高的新闻 热度一过 兴奋劲一过 看热闹的人群就会散去 没人会关心最后的结果 因为还有其他更新鲜 更劲爆 更热闹的新闻要去围观 所以给舆情工作者的两个工作思路 第一 等热度自己降 第二 等新的新闻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